看到这个哇有一点让人家觉得说会不会有点晦气啊 全台湾首学的台南孔庙马英九总统三年前上任的时候呢 总统府就制证了一块这个匾额送给庙方 结果这一块总统制证的匾额被民众发现说上面有三个错误 其中包括一个什么阳科变英科 让人就觉得说哎呦这个舒适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心里不舒服 但是呢这个府方说呢新的匾额得要过完年以后才会送到 挂在孔庙牌楼下黑底金字的匾额是马英九总统三年前上任时送给庙方的莫保 上面写着得胜话语四个大字纪念性十足 厉阶总统上任都会自证孔庙匾额 但这块预匾额却被揪出好几个错误 看看字体应该要用阳科的预匾却用阴科 民间流传阴科是死者所用十分不吉利 整块匾额外匡没有金币辉煌的群绒细珠边框 再看看尺寸真正比一般匾额小三分之一 一块匾额连三错一放就是两年 当初在课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发现就应该要换 眼尖民众发现匾额越做越小也觉得奇怪 浮方坦颜换新匾额的步调慢半拍新的预匾 最快在过完年后就会刮上 追究赖国家黄佩如才能报道